这个老头晚上意外被外星女士砸中 次日他的近视却莫名其妙的痊愈了 奇怪的是这件事后 他就开始异常的口口 意识到不对劲的他急忙回到了房间 没想到走进屋后 他发现自己的手竟然在冒烟 吓得他赶紧脱掉身上的衣服 吓一了他的指甲里却长出了一个零件 就当他被吓得不知所措之时 哥哥突然变成了一架机关枪 紧接着却又离奇地消失不见 他也不知道这是怎么了 只是感觉自己身体里有种用不完的力量 这天他照常的去公司上班 结果在路上突然发现一只死去的小鸟 他想要看看小鸟哪里受伤了 没想到他刚捧起来小鸟却离奇地复活 就在这时他突然听到耳朵里传来一阵求救声 他跟随声音一路查看 结果竟发现是一位母亲正在恳求医生救救自己的孩子 看到病床上奄奄一息的孩子 老头二话不说就用刚才的方法抚摸他 没想到下一秒对方果然奇迹般地睁开了双眼 体会到自己的超能力可以救人后 他的心里异常的开心 就在这时男孩的母亲走进了病房 他们还以为老头是个坏人 结果转头一看才发现儿子已经痊愈了 就连医生都感到了不可思议 因为男孩刚才就已经没有了呼吸 看着一家人紧紧抱在了一起 老头的心里十分开心 可就当他离开医院时 他的耳边再次传来求救的声音 没想到他刚赶到命案现场 就被一枪打倒在里 本以为他会因此隐恨西北 殊不知等到凶手离开后 他却离奇地复活了 等到他冲出房子后发现凶手已经飞走了 就在这时老头突然想到 前几天晚上 他被陨石砸的时候 也有一位小伙也被砸中了 意识到这个小伙获得超能力后正在做坏事 老头决定一定要劝阻他 殊不知这时的小伙已经被彻底的黑化 他决定报复这个世界 因为他的母亲被一些网络喷子害死了